健康 科普 动漫 物贵尼克 雷风关的发病机制和症状之间到底有哪些秘密 关节肿痛 大白是个治安源 平日里坐着血液小火车到全身各处巡逻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竟把滑膜当成了坏人去撕 在撕的过程中 许多炎症因子被释放 刺激血管壁通透性增加 血管内液体就漏了出去 堆积在关节处 造成关节肿胀 这些炎症因子还可以刺激痛绝神经末梢 关节疼痛也就发生了 沉浆 呼呼大睡一宿 蓄积在关节的液体会慢慢变多 积液一多 不但会引起关节周围的肌肉组织紧张 还搞得关节空隙减少 从而引起关节的活动不变 这就是沉浆 起床后 随着活动的增加 这些关节积液逐渐被淋巴管和小静脉吸收 沉浆也会随之缓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